哈喽小伙伴们大家好 我是芥末 他来了 他来了 他终于来了 没错 接下来大家看到这个画面 就是钢铁侠电影当中的 Mark 1出场的画面 它真的是非常有意义了 因为自此开始 漫威宇宙正式成立 大家终于可以在电影院里 看到好多好多钢铁侠 看到好多英雄人物的出场 所以这一款中多玩具出品的 钢铁侠Mark 1 同样也是意义非凡 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一看 他的预告片 好的 这就是我们的棚拍效果图 我们可以看到 在白色灯光的照耀下 这一款分色 应该说是还是非常不错的 不像之前 其他的带颜色的钢铁侠那样 他的一切一切 是显得那样的朴素 虽然朴素 但是他的钢铁厚重感 依然是非常的强 对不对 武器方面 武器方面不用多说太多 大家都应该懂的 终于从万年不变的武器 换成了这个样子的特效件 之前没有见过哦 然后呢 在我们的白天的显示效果下 大家可以看到身上的颜色 依然是变换非常非常多 不再会出现像Mark 2 出现的那种奇面了 对不对 加上效果之后呢 加上中间的灯光效果之后 效果应该也是非常的不错 大家应该是非常期待了 而且这一次同样是双臂 都可以爆发出火焰的特效 怎么样 是不是非常心动呢 接下来还有其他效果图 这里呢 同样是刚刚双臂放火焰的 这么一个效果啊 可以看到这张效果图 比较明亮一些 将身上的很多细节 都一一展示出来 然后我们换一个角度 可以看到 虽然说这一身钢铁侠的钢铁铠甲 非常的厚重啊 但是细节应该是不少的 从各个接缝处 从各个的这个 大家一直吐槽的 像是一些关节处啊 都应该可以看到 有不小的改变 可以说是 虽然说是最后一款 但是变化 也是最大的一款钢铁侠 其他来又要上 它的白天效果图了 可以看到 在多层灯光的照应下呢 它的铠甲出现了 很多不同纹理的颜色呀 还有变化呀 虽然它是一个 铁皮拉铁桶的感觉 但是它的 给观众表达出的一些细节 还是非常多的 对不对 接下来我们 让它进入格纳库 可以看到 跟其他的钢铁侠 又稍微有点不同了 这个手部 没法这么完整的放下 这个表情 还是挺娇俏的 对不对 而且这次 我们官方也有自己的吐槽 这次魔法特效件终于不是祖传的了 所以真的是非常期待呢 再经历了两年多的等待啊 我们的钢铁侠妻子终于要凑齐了 格纳库当中一排七个的华丽的壮观的景象 也终于离我们越来越近了 所以请大家跟我一起期待 钟总告诉一下 马克一的到来吧 OK以上就是今天的预告了 给我一个一键三连哦 拜拜